5月13号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中华清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 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两岸的未来必然会走向统一这条路 只要我们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家里是家里商量 大家都可以坐下来好好谈 我叫我们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很多事情 家里是家里商量就什么事 大家都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谈的 洪秀柱率领的台湾各界人士代表团一行 正在北京访问 当天他在北京饭店受访时 做上述表示 洪秀柱提到 自己在担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任内 经国民党全代会通过了和平政纲 其中提到了和平协议 大陆方面对于政纲提出的一些意见 有正面的回应和肯定 洪秀柱在回答提问时还表示 统一不是一蹴可及的 有很多问题在统一前要逐步进行 逐步解决 只要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大家坐下来什么都可以谈 当天上午 洪秀柱与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洁一及两岸各界人士 约100人在北京出席了两岸关系与民族复兴座谈会